大家好,我是杜鹏,来自新华三集团,担任区块链首席架构师。 今天很高兴能有这次机会和大家分享超级账本,助力新华三该亚区块链平台。 新华三集团是紫光旗下的子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领导者。 传统上,新华三集团提供网络计算存储等数字化基础设施。 近年来,我们也提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全方位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新华三集团深耕ICD产业有30余年,为运营商、政府、医疗、教育等各行作为全方位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新华三集团在2017年加入超级账本,也正式开启了区块链之旅。 2018年,我们成立了研发团队,基于Fabric和Chelo项目进行开发。 2019年,我们发布了盖亚平台的1.0版本,并且通过了信通院的TBI测试,包括修炼功能测试和Bus服务测试。 2020年,我们实现了紫光云上面的保险行业的落地和华三云的Bus服务。 2021年,我们这个区块链产品正式成为公司云与智能产品线的正式产品成员,并且在多个智慧城市项目落地。 那么当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Fabric呢?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这个Linx基金会加持。 Linx基金会在开源项目和社区的管理上有很丰富的经验,非常的正规。 然后呢,Fabric项目呢,也具有强大的技术团队进行支撑,技术路线的发展,也能够结合这个用户的实际需求。 对特性开发版本进度也有这个科学的规划。 Fabric早期版本呢,就支持了像多通道准入机制,强大的语言链码功能,核杀帕的共识等先进的功能。 在企业级联盟链框架当中呢,具有突出的这个优势。 与此同时,再开始关注拆楼项目。 拆楼项目呢,是拆楼项目下面的一个正式的工具类项目。 它的定位呢,就是As a Service,提供区块链服务。 它的主要功能呢,是提供区块链的这个快速部署能力, 并且提供了包括监控、日志、健康检查和一些分析功能。 有利于对区块链网络和服务进行维护。 同时呢,它也支持不同的基础设施。 现在主要是面对Docker、Kubernetes和这个Ansible。 并且呢,提供了区块链整个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功能。 拆楼的架构呢,目前主要分为四层。 最上面呢,是Dashboard。 是基于网页的控制面板,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来提供这个快速的部署。 下面一层呢,是API Engine。 它是拆了个核心功能,提供了去中心化的部署能力, 和Fabric网络的交互的是Fabric引擎。 Egent的引擎呢,是和底层的Egent层交互来管理这个基础设施。 另外还提供了日志监控的能力。 Egent层呢,为不同类型的技巧设施提供代理具体细节。 向下呢,来提供这些不同基础设施的部署能力。 从2019年呢,我司的咔咔团队呢,就开始对科研社区进行代表贡献。 20年到21年呢,我司的同事,谢瑞涛、许强、冯阳等人多次上榜。 今年的Q1的TSC会议上呢, 举强也被正式认命为Chilo项目的Maintainer。 Chilo项目呢, 现在 有利子0.9版本的这个H3C分支, 上面主要是我们就是干亚Q2M平台区Chilo0.9版本的架构上面增强的一些特性, 大家可以直接来使用。 1.0的版本呢,我们应该在开发中,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 Chilo项目的社区呢, 举了很多卸价的活动, 我司呢,也一直在积极参加。 活动呢,在全国各个大城市都有。 我们呢,主要参加的是北京和杭州的。 业界领先的公司和一些初创公司呢, 积极分享了区块链相关的技术进展和这个落地案例。 我们从中呢, 获得了很多的收获。 Chilo项目的社区的组织者呢, 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呢, 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们, 我司呢,也参加了两次全球峰会的活动。 在2018年蒙特利尔峰会上呢, 我本人也代表Chilo项目呢, 主持了一场session和这个技术交流。 并且参加了很多这个圆桌会议的讨论, 也听取了很多这个, 不同来自全球各地的业内人士的这个很好的分享。 通过全球峰会呢, 在国际的视野。 能够在国际上, 能够看到很多国际上的这个技术演进和这行业落地。 Chilo项目社区呢, 在2020年呢, 也组织了很多线上的技术讨论活动。 就是Webinar的活动。 几乎呢,每周都有。 线上的活动呢, 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提高了效率, 和线下活动呢, 进行了这个有益的补充。 全国各地大咖云集,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2019年呢, Brian, Julian和Scott代表超级帐本来我司呢, 进行高级, 高层的拜访。 新华丹集团的副总裁, 技术战略部总裁刘锡明先生呢, 率率迎接。 双方对区块链行业的发展, 进行了深度的沟通, 也对未来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呢,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经过交流呢, 也获取了广泛的共识。 下面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Gaia的虚拟链平台的这个主要的功能吧, 它的两个dashboard呢, 还是保持了拆了0.9的两个面板。 网络管理呢, 对应的是operator dashboard, 主要呢, 是提供了区块链网络的创建组织管理, 网络用户日制管理等, 面向基础设施不设计业务, 相当于IT的职责。 它确保这个整个车链网络呢, 能够正常运行, 并且提供了一些这个网络运行情况的, 包括节点, 包括互相网络通信的监控功能。 业务管理呢, 就对应的user dashboard, 它是每一个组织来进行操作, 同时呢, 也可以为各组织添加操作员用户和普通用户。 那么它提供的功能呢, 就是和业务强相关的, 包括创建业务通道加入节点, 上传链码安装和实力化。 业务管理页面呢, 在链码部署之后呢, 可以自动的生成RESTful API, 能很方便的和上层的这个应用系统对接。 该亚区块链平台呢, 在2019年的时候, 通过了新通院可进区块链计划的功能测试和Bus服务测试, 这个呢也是比较测试的, 参加的测试的厂商和产品。 在2021年的时候呢, 该亚区块链平台呢, 入选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7家Bus平台的厂商。 这个也作为中国7家的代表之一, 基本上获得这个评价也说明了, 业界对我们的这个努力的一个认可吧。 在未来, 我们发现呢, 就是区块链的相关的解决方案当中呢, 有很多融合了这个ABCDEIo的趋势, 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 边缘计算IoT这些呢, 我私的新发布的紫光云3.0的平台呢, 也是融合了上面的各种技术。 区块链呢, 为平台上的数据呢, 提供了可信的基础, 也成为今天的这个大的技术体系当中呢,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呢, 呃, 我们公司呢, 也在关注LINX基金会下面其他的项目, 像CNCF下面的一些跟AI和边缘计算相关的一些项目。 就是通过, 我们也在其他的领域拓展了一些开源项目合作的一些方面。 下面几个呢, 是我们对未来的技术的一些展望。 现在我们发现呢, 就是开放许可链呢, 是一个明显的演进的趋势。 很多大厂, 像BSN和很多这个BAT公司呢, 也提出了, 推出了这个开放许可链, 就是在公网呢, 提供不同类型的, 底层架构的联盟链基础设施。 这样用户呢, 可以省去自己部署的繁琐。 那么来直接使用公网环境上的节点,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来进行选择。 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BATS呢, 当前已经演进到这个分布式BATS的层面。 因为很多组织呢, 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金融领域, 有很多敏感的隐私数据。 那么他们要求呢, 这些数据节点呢, 必须得自有和自管。 这样呢, 就要求BATS平台呢, 有更强的这个分布式能力, 可以管理自己的组织节点, 也可以获取相关云上节点和其他。 这样呢, 和开放许可链呢, 是两个方向, 并且互相能够达到互补的效果。 那跨链互通的需求呢, 也在明显增加。 因为近年来, 在这个相关政策的激励下呢, 各个地方出现了很多小型的专用区块链。 所以说区块链技术呢, 它本来呢, 是对这个数据拉通呢, 具有促进的作用。 但是呢, 各个小的区块链呢, 又可能形成了一些数据孤导。 那么, 利用跨链技术呢, 来进行这个跨链互通和这个多链治理, 成为了一个链领域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课题吧。 然后从去年到今年呢, 很多大厂也推出了区块链一体机, 通过这个软硬件结合交互, 能够实现方便快速的部署。 并且呢, 在安全性和性能呢, 能够得到充分的优化和保障。 然后可信计算和隐私保护呢, 在区块链相关的应用中呢, 也逐渐成为很必须的功能。 因为可信在这个隐私数据的保护上呢, 越来越多的行业呢, 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那么可信硬件呢, 和这个多方计算, 这些技术和区块链的结合呢, 也是越来越紧密。 下面呢是参与到拆楼项目的一些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Wiki呢, 来看到我们当前的项目进展问题, 特性开发和这个每周的州立会的基要。 也欢迎大家呢, 在北京时间每周六的上午9点, 参加我们的Zoom线上会议。 无论是这个代码贡献, 新特性开发还是提出问题, 进行讨论各种形式的参与吧, 都是对开灵社区呢, 做贡献。 好的, 上面呢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 请大家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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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